今日跑步時 有跑友問政府何時會切勒 我說當政府官員知道辣椒令政府少收很多印花稅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就會切勒 而現在辣椒稅大幅減少 所以 政府應該很快切勒 跑友不信 辣椒稅又怎會減少 我是否暗示政府永遠不會切勒 一般人以為近日辣椒稅減少 代表非香港人 或者買第二個單位的香港人減少 其實並不一定 現在不少人用公司股權形式買賣物業 如果是非香港人 買樓要付30% 用公司股權轉讓買樓只需要付樓價0.1%印花稅 兩者相差300倍 就算香港人買第二個單位都會用 兩者相差150倍 官員們絕對知道 他們在等辣椒稅下跌甚至跌至接近零財 切勒 代表沒有人願意付辣椒稅買樓 政府不得不切勒 否則 香港樓只能樓販給香港人買 而且只能夠買一間這麼多 所以就算大媽沙不出聲 政府都會找一些藉口切勒 所以就算大媽沙不搵